年底最大的3C展资讯员登场 大约是有300多家厂商参展 而各家厂商推出了好康来新义买气 算一算这个业者平均每5分钟 就可以卖出一台笔记型电脑 这个数飘飘真是数到手软 而除了有好康显不完之外 这个现场的重头戏 绝对就是穿着相当火辣的showgirl 一共有超过100位的showgirl 他们聚集在台北的世贸会馆联手来放电 其中还包含了 贾业男的新偶像豆花妹也来站台 好棒啊 小男女神豆花妹一现身 现场玩家等待已久的情绪瞬间沸腾 也让原本已经挤到不行的会场 更加触不然行 豆花妹随便一个动作都让民众维持疯狂 粉丝帮我喊话一下好吗 好 谢谢你们 可爱的魅力果然杀骗现场 所有的玩家放眼望去青涩的男性民众 全都冲着她而来 不止如此就让台北咨询月第一天 还有超过100位不同类型的showgirl 要联手放电争取目光 像这位超人系的showgirl 她叫可兰 171公分的身高加上50公斤的体重 她拥有傲人的衣角杯 很难想象她以前可视为85公斤的大方妹 运动跟饮食控制才是减肥的最大方法 除了性感正妹的加持 现场甚至还有几位明星脸的showgirl 像这位叫小丛的showgirl 她说她拥有和杨千佩相似的五官 另外这位叫依依 新秀的脸孔和名模随堂 似乎也有几分相似 不管是可爱风还是性感小短裙 每位自训练showgirl互相照进 就是要比谁的客人气得多 你在新闻和杨树林伟伦台北看不到 同样也是人潮满满的 还有这2009年